Phyton 4系列飞行器的固件升级方法有移动端和PC电脑端两种升级方法。 接下来,我们以Phyton 4 Pro为您演示通过DCI-GO4固件升级的方法, 同时也适用于Phyton 4 Advanced。 打开油控器及飞行器电源。 使用OTG线。 另一端与移动设备相连。 在此之前,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已接入网络。 打开DCI-GO4。 当飞行器有新的固件需要更新时,DCI-GO4会提示您进行固件更新。 点击后会弹出升级提示框。 点击下载。 下载完成后,提示您与飞行器相连。 连接后点击升级。 升级过程中,云台会变软,飞行器自动重启都属于正常现象。 请勿断电关闭APP拔掉接线或关闭遥控器。 升级大概需要15分钟。 升级成功后,APP会提示升级完成。 如升级失败,请重启飞行器,飞行器会自行修复。 假如您有多款Fentance Pro智能电池,请分别将电池插入飞行器重复以上升级动作。 如果多次升级失败,请您联系DJI售后技术支持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